馬路上男子背著瘟疫神徒步往前 走過的地方鞭炮聲四處響起 響徹雲霄 一行人從白天走到黑夜 累了就席地而坐在路邊吃飯 途中人員同心協力 輪流悲聲明 路過的廟宇熱情迎接 廟方敲鑼打鼓 抬轎 跳鎮頭樣樣來 幫忙駐駕瘟疫神 讓他們會鄉 唐主非常感動 今年當然是特別 其實說保護前台灣的 所有的職務都會停電 慢慢緊緊好看 疫情早早結束這樣 幻林間宮廟 供奉掌管瘟疫的務夫大帝 唐主為了完成和神明的約定 同時祈求全臺疫情早日結束 今年決定背著瘟疫神環島 走圈島一千三百公里 路線由神明的醒筊決定 一路往北出發 第一次完成全島環島 前後花了四十七年 唐主一路上也發許多物資 給街友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憑這一刻虔誠的心 宮廟人員走遍全臺 不為天氣好壞 只為完成和瘟疫神的約定 祈求全臺平安健康 記者劉吉佳葉玉娜花蓮報導